大家好,我是坦平书,带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4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中东的局势 小霸王终于冲俄罗斯下手了 最近小霸王忙于对黎巴嫩的珍珠党进行倾剿 10月1号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攻击 正在酝酿如何打击伊朗 就在这个时候这么紧要的关头 小霸王居然反手给了俄罗斯一巴掌 俄罗斯居然保持沉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看那个媒体报道 这是叙利亚媒体报道啊 说以色列空袭伊朗在叙利亚的俄罗斯赫梅米姆基地仓库 10月3日凌晨小霸王部队发动了一次空袭 目标锁定在位于巴塞勒阿萨德国际机场内的一个伊朗武器库 且比邻赫梅米姆镇的俄罗斯军事基地 实际上就是一墙之隔 严格意义上也可以算作是 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基地的一个一部分 这次袭击啊是小霸王 13年来首次轰炸叙利亚机场 这次袭击啊引发了一场大火 摧毁了一个存放武器和弹药的仓库 为什么袭击这个仓库呢 是因为啊在袭击发生不久前 一架伊朗的货机啊刚刚降落 这架属于叫 卡什姆法尔斯航空公司的伊朗波音748飞机抵达后 小霸王就对该基地就是这个机场还有这个仓库进行了轰炸 据说啊这架货机啊关闭了雷达系统 是周三降落在阿萨特机场 并且在袭击发生前大约8小时离开 这个叫卡什姆法尔斯航空公司啊 2019年已经遭到这个美国制裁 因为他呀主要是为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运送武器 转移军事装备 跟着这个媒体人士说啊 小霸王的袭击大约在凌晨3点55分开始 持续了近45分钟 两枚导弹成功命中机场内的目标仓库 而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的防空系统 则拦截了其他几枚导弹 作为对袭击的回应 驻扎在附近赫梅米姆镇的 俄罗斯的空天军派出两架苏尔7战斗机 在叙利亚海岸线巡逻 媒体报道啊 以小霸王袭击目标是一个由伊朗革命卫队 临时使用的层属设施 那里被用来临时存放武器物资 然后再转移到黎巴嫩的政筑党和叙利亚其他地区 小霸王军队一直以来努力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不极限 目的是阻止武器扩散到政筑党 以及与伊朗建盟的其他民兵组织 所谓的抵抗之湖 哈马斯、胡塞武装、伊拉克什么什叶派民兵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次袭击是靠近一个由俄罗斯控制的军事基地而引发关注 让这个隐藏在伊朗之后的真正的幕后黑手浮出了水面 挨了一耳光 这个俄罗斯自知理亏不敢发生 这个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他说啊 俄罗斯反对此类行为 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来阻止未来的袭击 就这个声明啊 还是上一次小霸王袭击大马士格后发表的 那这一次啊 俄罗斯人还是沉默不语 尽管俄罗斯在赫门米姆这个基地啊 部署了S300在内的先进的防空系统 但是小霸王的攻击依然是无足 这让叙利亚那些清阿萨德的支持者越来越感到挫败 他们认为俄罗斯有责任保护大马士格免受外部打击 然而俄罗斯对小霸王的软弱 对小霸王的挑衅不愿对抗 这个态度引发了叙利亚这个叫阿萨德支持者们的失望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来说一说啊 这个俄罗斯人在阿萨德国际机场附近啊 叫赫梅米姆镇一个军事基地 那么这个阿萨德国际机场就变成俄式武器集散地 俄式武器啊从俄罗斯到叫赫梅米姆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然后它的隔壁就是一个伊朗的大型的武器库 俄罗斯的武器从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交到伊朗人的控制的仓库 然后伊朗人又通过这个机场把这个武器啊送到伊朗 送到黎巴嫩送到什么什叶派武装 送到什么胡塞武装 这个小霸王啊通过顺藤摸瓜 早就瞄准了原来啊这是个虚拟 俄式武器就是俄罗斯背后怂恿支持 伊朗它武器主要从这儿 分发到中东各个这些分子手上 按理来说啊这个赫梅米姆基地附近的这个伊朗的仓库 那是在俄军的保护之下的 它部署了S300等先进的防空导弹 结果小霸王就是钢 如果不把这个钮给它炸掉 那么源源不断的武器活存转 运到黎巴嫩 运到什么胡塞武装或者伊朗 流入到哈马斯手上等等 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不敢伸张的原因 对吧你再偷偷摸摸支持伊朗 支持这些所谓的抵抗之乎 搞乱中东局势 武器就是你给的 邵伊古在这个哈马斯的首领啊 哈尼亚被斩首之后啊 他带着几飞机对吧 物资到了这个伊朗 公开支持这个伊朗 但是那次伊朗忍了 俄罗斯人给的物资 他收下了 但是他不打算报复 那这一次呢 俄罗斯的总理米苏斯金 跑到伊朗去了 继续弄点火 继续支持 怂恿 因为小霸王把这个伊朗的 伊斯兰革命卫队 很多高级军官一锅端了 把黎巴嫩的珍珠党 高层基本上全部剿灭 所以在俄罗斯人 米苏斯金的怂恿下 前脚离开嘛 后面伊朗就发射 200枚这个弹道导弹 袭击霸王 根据这个伊朗方面的说法 那小霸王两个F35中队被摧毁 小霸王报复伊朗 那是肯定的 但是啊 他现在要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他已经对这个黎巴嫩 出动了地面部队 前面已经把黎巴嫩珍珠党的高层啊 腰子把这都给破坏了 现在时派地面部队 进入黎巴嫩南部 像是清剿黎巴嫩珍珠党的残部 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他还在考虑 怎么报复伊朗 同时啊 这伊朗人也放出了狠话 通过其他第三方国家 不停地在喊话 前面到此为止 我报复也报复了 相争性的 对吧 损失你们自己知道 我这是要面子 我得给方方面面一个说法 事情到此为止 如果小霸王反击 那么伊朗会用更猛烈的方法 手段来回击 也在恐吓威胁 但是小霸王 他不是滥得虚名啊 所以报复是一定的 什么时候报复 怎么报复 很快就答案 最次是要打击 伊朗的能源设施 炼油厂 石油开采 甚至电厂 那些军工厂也有可能 生产导弹的 生产无人机的 如果更猛一点 那就是要打击 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有个城市叫 伊斯法汉吧 我记得不一定准啊 就伊朗的核设施啊 它放在几个地方 核设施 其实很多啊 它有分离 对吧 提取的 还有什么一堆呢 离心机 小霸王既可以打击 伊朗的这个核设施 全产业链 也可以打击 其中的某一个环节 给它摧毁 咱们还要说俄罗斯 虽然啊 小霸王没有直接打击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基地 但是啊 是不是打狗要看主人呢 大哥也要面子啊 哎 普京虽然现在像个很落魄 像个落水狗一样 但是他也要面子啊 你这删了俄罗斯一耳光 他能不报复吗 表面上什么都不说 暗地里一定会加大力度 这就相当于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把俄罗斯的小弟给打了 你让俄罗斯怎么向伊朗交代 对吧 烧一股舒适金 都去伊朗啊 哈大仙面前 胸脯是拍的巴巴响 对吧 有我在 勇敢万千冲 结果你看啊 在你眼皮子底下 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弹药库给摧毁 俄罗斯请硬气一下 请正面回应一下小霸王 不能阻斩小霸王这种嚣张的气焰 如果普京啊 没有反应 那你让这个什么哈马斯 什么珍珠党 什么胡塞武装 什么伊拉克 什么民兵啊 到后面的伊朗 他们是怎么看俄罗斯啊 说明这个靠山不行啊 就是嘴炮一个啊 俄罗斯敢不敢这个时候 公然得罪这个小霸王 跟小霸王撕破脸 敢不敢 我觉得啊普京现在没那个胆量 普京现在在中东倒落 希望中东啊打起来 减轻他在乌克兰的这个负担 这是他的目的 如果中东打得越激烈 哎 有可能啊牵扯美帝 美帝的精力啊 势必啊 从乌克兰要转移到这个中东 是不是俄罗斯的压力就小多了 对普京来说这是一盘棋 但是让俄罗斯直接面对小霸王 跟小霸王撕破脸 他又不敢 俄罗斯是希望给他自己身上担子卸下去 而不是给自己加担子 大家搞清楚 你要跟小霸王直接撕 那就是给自己加担子 所以他表面他的人 不能公开撕破脸 中国有这个成语啊 叫成门失火 殃及吃鱼 伊朗的这个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 隔壁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基地 难道不受一点影响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小霸王给俄罗斯一耳光 敲伤正火 小霸王在收拾伊朗之前 先警告这个俄罗斯 先给俄罗斯来个下马位 对吧 你个老实一点 这也说明小霸王 可怕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的一个现象 我在国内媒体啊 看这些新闻 有的时候需要转换一下 否则的话你就容易乱 就是你对不上号 你比如说啊 这个国内的这些专家 还有喉舌 他们在报道中东 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一般都这么说 胡塞武装 像什么美国航母发射导弹 也就是说啊 这个攻击的时候 他是胡塞武装 当小霸王啊 打击的时候 小霸王还舍的时候 他就变成野门遭到 小霸王的轰炸 就打别人的时候 很明确是胡塞武装 挨打的时候 腰身一变 变成野门 你看看 这就是喉舌 他的标题啊 这种细节处理 让很多观众啊 读者搞不清楚 你比如说啊 发射火箭弹 袭击小霸王的时候 他叫哈马斯 小霸王反击的时候 他又变成巴勒斯坦 你看是不是一个套路 所以我们叫哈乙冲突 不叫巴乙冲突 但是国内的喉舌 把这个小霸王对哈马斯的倾脚 把它转换成小霸王对巴勒斯坦人 你看这是不是加特老师 最喜欢玩的一话节目 突然袭击小霸王的时候 他是黎巴嫩珍珠党 小霸王一欢手 立马就变成 小霸王轰炸黎巴嫩 或者叫小霸王轰炸黎巴嫩南部 这个时候把珍珠党就去掉了 比如说小霸王的平民和儿童 无端攻击 这些喉舌啊 报道的时候 他不说小霸王平民 也不说小霸王的儿童 而是说小霸王 但是呢 这个巴勒斯坦那边 或者黎巴嫩有平民 或者有儿童上网 他马上就会形成 弄儿童黎巴嫩平民 这种请求逼法 就好比印度啊 印度的新能源汽车 好的时候 那各种国产牌子就出来了 一起火 就两个牌子 一个是叫特斯拉 一个叫某行动员汽车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起火了就两个牌子 特斯拉和其他 以色列对黎巴嫩珍珠党 现在是除恶无尽 跟着这个媒体报道啊 小霸王与黎巴嫩珍珠党的冲突 正急剧升级 分析人士认为 中东地区正接近全面战争 自十月四日起 小霸王对黎巴嫩珍珠党目标 展开有限地面行动 已经进行到第四天 小霸王空袭重点 集中在贝鲁特南部地区 连续十一次袭击 直指珍珠党据点 尤其是目标人物 哈希姆萨菲丁 这个据媒体报道啊 据说情报人员透露 这个哈希姆菲丁啊 被认为是珍珠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的第二个接任者 为什么说第二个接任者呢 因为这个纳斯鲁拉的堂弟啊 叫什么名字啊 我忘了啊 他在纳斯鲁拉死之后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任 纳斯鲁拉的 结果啊 也已经啊 变成耗材了 被小霸王斩首 现在是轮到萨菲丁 众望所归啊 轮也轮到萨菲丁 他来接任纳斯鲁拉 结果啊 再次遭到小霸王的斩首 小霸王空军向贝鲁特南郊密集投放 钻地炸弹 防空洞中的萨菲丁全家遭到这个钻地炸弹的慰问 黎巴嫩方面报告说啊 死伤人数众多 救援队尚未到达袭击地区 小霸王的这个国防军的媒体啊 这两天啊 对外透露了 炸死黎巴嫩 钻地炸弹首领 叫纳斯鲁拉的长系过程 在那次袭击中啊 小霸王战斗机 对黎巴嫩钻地炸弹六栋大炉 一共是投放了八十枚重型钻地炸弹 将黎巴嫩钻地炸弹总部一带的街区彻底摧毁 也就是那次炸死了黎巴嫩钻地炸弹领袖 纳斯鲁拉 纳斯鲁拉最后啊 留了一枚戒指 被人挖到了 通过这个戒指判断出 他是纳斯鲁拉 就是初步判断 有媒体说啊 就是黎巴嫩方面救援队啊 在那个爆炸现场救援的时候 最先发现纳斯鲁拉尸体的 是一名工作人员叫阿拉亚 他就是个救援队的 这个阿拉亚看见纳斯鲁拉遗体的时候啊 他自己摘下氧气面罩 因为他们救援的时候要戴氧气面罩 因为还有有毒气体 爆炸燃烧之后有害气体 所以救援队要戴氧气面罩 结果这哥们儿把氧气面罩摘下来 给那个纳斯鲁拉戴上 实际上纳斯鲁拉都已经死了 他给他戴上氧气面罩 他自己呢没有氧气面罩 所以忽如有毒气体中毒了 据说啊单产死亡 你看到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黎巴嫩珍珠党 他在黎巴嫩恐怕还有一定的群众技术 就像这个加特老师一样 他也有脑残粉 那个黎巴嫩珍珠党他也有脑残粉 这个叫阿拉亚的救援队 典型的就是脑残粉 就你再崇拜纳斯鲁拉 那你也没必要给这个尸体 给他戴个氧气面罩 他已经死了 所以你说他多蠢 据说啊小霸王突然获得情报 因为啊在这之前 连续几天发动的这个窗户机 摘腰子大懒子 这种袭击行动之后啊 导致黎巴嫩珍珠党中高层军官 大量删残 珍珠党高层啊 被迫放弃通讯工具 聚集到一个秘密地下总部开会 那么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窗户机 或者是对讲机联系 恐怕他们启动了古老的这种通讯方式 那这种没办法 只能把人召集到一起开会啊 以前可以通过窗户机 发信息 发指令 现在不行了 所以只能把他们交到一起开会 由于这个珍珠党总部啊 他有好几个楼 地下室在哪儿 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个楼的地下室 小霸王获得这个情报之后啊 立即请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 参会的内塔尼亚湖 这个内塔尼亚湖在纽约 紧急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最后啊 小霸王的情报人员 将纳斯鲁拉的行踪啊 锁定在六栋居民楼的下面 所以小霸王的空军用八十枚 两千磅的重型钻地弹 将这六栋楼和地下室一起摧毁 这次他们又猜中了 纳斯鲁拉就在这六栋楼中的一个 为什么要对 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 乙军派出这个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南部 这个内塔尼亚湖啊 向黎巴嫩人喊话 大家看视频 说来说去啊 这个小霸王现在正在聚精会神 收拾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黎巴嫩啊 他这个国内局势非常复杂 黎巴嫩北部啊 他还有基督教这个就是居住区啊 如果小霸王这次进入黎巴嫩南部 将这个黎巴嫩的珍珠党清除干净 或者最净大可能的对他进行这个打击啊 然后黎巴嫩中主党受到重创 那么整个黎巴嫩国内政治局势啊 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黎巴嫩的这个总理叫马喀迪 他是逊尼派 然后这个议长贝里是什叶派 这还有其他的派别啊 就是他们三个党 还有叫德鲁兹 这三个派别三个党 在这个小霸王进入黎巴嫩之后啊 这三个党同意开始筹备新的和停火协议 也就是有可能彻底的把黎巴嫩珍珠党排除出去 让他在黎巴嫩没有办法立足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黎巴嫩国内的局势啊 也非常复杂 这个黎巴嫩啊 一看就是欠发达地区 这种励志腐败 低效 恐怕也是情理之中啊 就不是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小霸王做完这一切 最终目标一定是伊朗 现在这个形势啊 越来越明显 取恶勿尽 对吧 如果不把伊朗给他搞定 这个中东的局势啊 就不得安宁 甚至世界 因为这个伊朗向全世界啊 在扩散 输出他的伊斯兰革命 他现在只不过是影响力小而已 他的影响力越大 他输出的就越远 影响的就越多 当然了 总后台还是俄罗斯 还是普京 所以最终 还是要打败普京 打败俄罗斯 肢解俄罗斯 这个世界啊 才会消停 你只把伊朗给搞定了 俄罗斯没搞定 那还是个烂尾功臣 希望这个小霸王在伊朗 也是采取斩首行动 针对主要目标 就像黎巴嫩珍珠党一样 这样尽最大可能的 减少平民的上亡 所以小霸王现在采取的这个搞法呀 叫善莫大言 值得学习 目标直接锁定对方的首领 擎贼兼擎王 指出啊 小霸王什么时候对伊朗动手 恐怕很快了 咱们密切关注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